心音准备瞒下孩子的事 她想在乌骨里显怀之前先下手为强 护住自己的妻儿 正好萧燕燕来找乌骨里玩 乌骨里便将怀孕一世告诉了她 让她先瞒着胡脸 毕竟胡脸嫁给了太平王 另一边 韩德让与耶律贤正在谋划大事 此事若是失败将会性命不保 韩德让担心连累萧燕燕 但萧燕燕已经下定决心 与韩德让共度一生 哪怕前方艰难重重 她也毫不退缩 答应待她大业已成归来时 二人便成亲 耶律贤一直惦记着萧燕燕 这次她不打算放手 哪怕对方是韩德让 耶律贤特意来到萧府拜访 萧燕燕正好在府上 便向耶律贤侃侃谈起 自己对正式的看法 引得耶律贤称赞不已 随后耶律贤与萧斯温见面 她让对方想办法将主上独自支去黑山 而太平王镇守金中 他们便有下手的机会 接着耶律贤提起她对萧燕燕的心意 她愿与萧燕燕夫妻一体 共享江山 耶律贤离开后 萧斯温看着燕燕一心盼着嫁给韩德让 内心十分为难 以后碰到不如意的事情 记住爹爹对你说过的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主上又大肆残杀侍从 这次他杀了白海 此人是楚补的义兄 楚补是太平王派来看守耶律贤之人 耶律贤便想借这次机会 试探他对太平王的忠心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就等大爷之日来到 另一边萧燕燕说了几句太平王的不好 却被胡念反驳了 燕燕觉得胡念变了 胡念直言父亲和妹妹们对他最重要 此外他看出燕燕有事瞒着自己 萧燕燕这才将乌骨里游喜的事情道出 让胡念瞒着太平王 这时太平王归来 二人赶忙转移话题 事后萧燕燕将此事告知了韩德让 韩德让反倒理解胡念的心思 安慰了燕燕一番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有些事情 他也是看不清楚的